Hello 大家好 我是学长Andy 终于有机会来拍这期视频 我这办法对没更新的原因 是我一直在回顾和总结 我这四年的留学学类似 今天这期视频内容涉及很多 我自己的干货和经验 希望能够给到 未来来或是留学的人提供一些参考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申请自费留学主要有四大途径 个人DIY 当地留学生 中介公司 还有公费名额 申请步骤主要有 第一你要公正你翻译的材料 递交这套申请 然后学校给你发邀请函 你就可以办你签证来这边留学 就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文书 也不需要托符和雅思的层次 有些人莫名其妙来问 我说学长学长 我雅思多少多少分 我可以去罗斯留学吗 我 我 我忍不了了 我忍不了 兄弟我们讲俄语 个人申请的话 有点难度吧 建议要初参考一些网上的经验帖 当地留学生的话 费用便宜 不过会有被骗 以及可信度的问题 中介公司费用不少 但是辩解和省事 买工费的名额水特别深 建议一定要了解清楚 这四个途径各有千秋 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另外我再提醒 选择中介公司 一定要对比几家 因为做中介这种业务 没什么门槛 懂耳语的 不懂耳语的都能做 乱开价 乱收费 因为不懂耳语 心生被坑 比比皆是 所以记住 不懂就问 这是来留学学会的第一件事情 俄罗斯大学 90%以上都提供大学宿舍 环境友好有差 一般是两到四人间 费用就几千卢布一个月 与我现在住的两人间 就八千卢布一个月 每个人适应性不同 住不习惯的话 就外面租房 你学校进的合租单间的话 一般到两万到四万卢布一个月 日常的吃喝的生活费 在莫斯科 我认为你至少也需要 两万到四万一个月吧 我之前拍过很多期视频 什么年度消费总结 俄罗斯物甲等等等等 我做了个合集放在间间 你可以去看一看 所有零基础来的留学生 都要读一年的预科 以莫斯科为例 预科的费用 一般在四十到五十万一年 小城市还会更便宜一些 预科的学习分为上半年 纯学额语 下半年加入一些专业课 老师是用额语教你额语 节奏非常的快 千万不要逃课 六到七月份呢 会有预科的结业考试 分别考语法 听力 阅读 背诵 还有对话 难度真的不小 拿到预计一级正后呢 你就参加相关的入系考试 所有以上这些搞定 恭喜你完成了新手村的任务 欧洲大学最强的专业啊 我认为是艺术 理科 还有文学 中国人最多的专业呢 一般在语言翻译 新闻社会 还有经济管理 比例高达三分之一 甚至更多 这里专业有一个共性 相对来说都比较好闭眼 俄罗大学上课分两种形式 Lectia和Seminar 简称大课和小课 上课的氛围都比较自由 只要不干扰老师讲课 基本上不会管你在底下做什么 俄罗斯同学并不热情 大家很喜欢各顾各的 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啊 会主动热情来帮助你 但不过你要礼貌开口问 他们还是很乐意帮你解答 所以处理好同学 以及老师的关系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性格很孤僻 在国内就不上延迟和交际 来这里留学 我觉得你要认真的考虑好了 俄罗斯大学是学分制的 考试难度分为Zachot和Examen 每个科目的学期末拿到51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3分 就算通过 考试不过会有两次不考 不考再不过就要付费重修 如果累计超过两个科目 会直接开除或者留级 俄罗斯大学生活是单调的 每天来上课上完课就回家 学校里没有什么社团的氛围 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亲密 那种美剧里的夜夜深歌的大学生活 这里没有 但大学的活动是挺多的 以我们大学举例 市场会举行各种联谊和晚会 哦 那就顺便也讲个故事吧 其实我和娃同学真正认识啊 也是在一次联谊活动上 那时候我大意吧 耳语其实真的不太好 但呢也就这么硬着头皮和边 这种直走画脚似的聊天 慢慢慢慢的开始认识 去年啊 俄罗斯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 开始允许外国留学生兼职 那么留学生呢 兼职主要一般选择在中餐厅代购 语行向导 还有中文家教 一般啊 也能挣个一到三百块一天吧 还有一种兼职啊 能月入过万 但你一定要谨慎考虑 那就是代理巡团做地坚 反正我听他们说呢 带一个团 靠提成拿到过万的收入 但相对的 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呢 还需要起早贪黑啊 缺勤逃课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 主要目标放在学习上吧 应该把目标放得更长远啊 提升我们自身能力和见识 才能让这笔投资 产生更大的收益回报 一百个留学生 就有一百种生活的经历 只要是个外国人吧 待在任何一个国家 就真的很难避免会遇到 我的圈子啊 主要是学生群体吧 他们的思想会更加开放和包容 但也有一些老一辈讲的 还有媒体宣传 对中国人的一些刻板影响 但我觉得这两年 他们的观念 也逐渐也在改变当中 我的回答可能特别主观 这个问题也问正在看视频的留学生 你们可以发表一下 你们的评论还有看法 我曾经有位学长 说过这么一句话 俄罗斯留学大一大二听不懂 大三听懂了一点点 大四可能就毕业了 或者被开除了 我现在大三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这句话非常的真实 甚至从大一到大四都听不懂的人 这种人大有人在 俄语难不难学 看天赋 更要看你的付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学俄语本身没有任何基础优势的 除了每天坚持来上课 可后用功学习 减少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尽可能的话融入到当地 我认为你至少也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 你差不多才可以和俄罗斯人非常认真地说上两句话 其次的话 来俄罗斯留学你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你大多数时间都在混日子 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 也学不到任何专业的知识 因为语言观真不是你一到两年就能克服的 那肯定就会有人问 那听不懂怎么过考试呢 因为俄罗斯大学考量的是一个学生的综合方面 考试内容是在一部分 日常的出勤 作业 更重要的态度 也是一部分 而且老师一般会看待外国人的身份 难度和要求会有所降低 但不完全代表你有免死金牌 外国人被开除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这个问题 离人而异吧 每个人留学的轨迹不同 收获到的价值也不同 有些人混个文凭度个金回国就值了 有些人是背负的家人朋友的期望 认真努力的度过自己的每一天 我个人觉得留学就是一笔投资 投资教育我认为永远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留学这条路很坦率说 我的想法就是花钱买一种可能 我也不是什么灰烬如土的富二代 选择拉罗斯留学是我家庭负担 还有我个人的判断力 我记得第一次提起出国留学 我父母的反应都炸了 他说你广东人跑这么远这么冷的地方念书 而且没什么经济朋友在那 不行不行不行 我的性格挺倦的吧 其实这种倦的并不是说 恨我就要去留学这种巨英式的索取吧 前前后后我们开了几个月的家庭会议 我罗列出了很多我的规划 留学的优势还有劣势 未来我觉得中俄关系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对留学这件事情的决心还有毅力 我妈才答应下来 在这里我也非常非常的想感谢她 从我成为视频魔术到现在 收到过上千人的私信 关于俄罗斯留学 有初中生也有高考党 甚至有大三十岁的人 现如今社会让一个家庭拿十几万安排自己的小孩出国留学 说好听毕业了也是一个海归吧 嫌甭管是欧美的还是亚洲的 至少对于某些家长来说 就是一种饭桌上的谈知 却可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孩子是否适合留学 加上某些中介公司的无良鼓吹 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一段时间后 就陷入了迷茫和颓废 这像是个怪圈一直一直这么循环 而且很多人对俄罗斯留学都嗤之以鼻 觉得为什么会有人选择来这种地方 甚至在网上都出现了一种嘲讽 我想说与其在意大家如何评价我们的选择 不如缓慢而坚定 过好我们在这里每一天 OK说了这么多 最后我还想和你们分享一位人物 他的名字叫杨哥 北京人毕业莫斯科电影学院 是一名话剧演员 还曾经参加过俄罗斯的好声音 18年他自己导演的电影《牛》 还拿到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处女奖 他一个人以华安的身份 在俄罗斯的影视圈打拼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留学生的例子 我很佩服他 他甚至有一种代表着不被屈服的力量 努力着 一年后的这个时间 顺利的话 我将从这里毕业离开 或者留下 步入社会开始我的下一个阶段 不知道我这条俄罗斯海带 会闯出什么样的天地呢 我青春最美好的五年在这里度过 而且很庆幸把很多美好 都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 更重要的是 还有你们的陪伴 这个视频是我对留学过往的总结 不一定全面 但希望能够给正在俄罗斯留学 或者未来考虑的俄罗斯留学 一些参考 如果这视频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 可以点个赞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学长安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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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